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7日 星期日 這節也是突發消息 今天突發特別多 因為 澳門 又爆發疫症 這是接獲內地通報 司警訂出來的資料 內地通報十運一的陽性個案 是一些外傭來的 接獲內地通報 外地勞工在2022年8月7日 在珠海 核檢十運一結果呈現陽性 內地衛生當局 已經上門對期進行抗原檢測和核酸採藥 抗原檢測的結果是弱的陽性 而核酸檢測仍然在等待結果 他在澳門住哪裏呢 就住在保利達第一座 這個六樓A 現在那裏全部 都是要封鎖保利達 稍後會跟大家說 說回大陸的通報個案 工作地點就是grandma 移情牽甜品麵包 在澳門的行蹤 由8月1日至5日 都有上班 每日早上 大約7點 離開保利達的住所之後 坐30號或MT3去堵仔的grandma 坐30號車 在賽馬會站下車 然後坐MT3在運動場站下車 每日中午大約12點到1點 一般在公司內直吃午飯 每日5點半上班 下班 坐30號巴士離開 如需要做書的時候 會在右翰街市附近下車 不確定地點 在附近的 檢測點完成核酸之後 就會買飯盒走回保利達 如果不用做核酸 就會在保利達附近下車 也不確定地返回預所 煮食 8月5日至6日 都到了關閘的天地一樓的店舖 買化妝品回大陸 走水貨 這件事 即時令到澳門 爆大火 澳門 現在要封鎖很多地方 我們說之前 記得支持 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昨天 澳門和珠海才通關免隔離 很多旅客就來澳門放暑假 隨著澳門去珠海實施免隔離通關措施之後 珠海人員需要持有24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結果 經珠海來澳門的人就要有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不少旅客都認為澳門的防疫趨師 相對嚴謹 加上清零後覺得澳門更加安全 所以特意來玩 但是 也不夠一天 拱北就出現了確診個案 現在 全國拱北就要進行核酸檢測大規模 2020年8月7日上午11點至晚上8點 對鄉州區部分重點區域開展大規模核酸檢測 檢測範圍拱北街道全域 檢測對象是以上區域內常住居民和流動人員 檢測有兩個要求 第一 提前數月核酸 四攜花碼 進行信息 登記 要帶身份證 去附近的社區採樣點檢測 48小時內有武漢 肺炎疫苗接種史的人員 不用核酸 剛打完針兩天內就不用核酸 採核酸採樣過程之中 要全程戴口罩 要排隊 和其他人保持1米以上的隔離 等候採樣者就要和台台保持3米以上隔離 聽從現場人員指導 有秩序完成數碼登記採樣 鄉州區其他區域的居民 採樣點會正常開放的 月康黃馬人員 要做好自我防疫 前往指定的黃馬人員 專用採樣點 說回澳門黑沙灣 保利達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也很嚴重 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計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口碑頻道 月費贊助 中午12點 剛剛發生了 黑沙灣保利達花園第一座被遺風 因為他在大陸 水貨客 外路也是水貨客 其實就是內地勞工來的 帶了化粧品回到上面 結果10合1核酸檢測了陽性 現在 他住的家 整座遺風 也有救護員到場 一個男子送上救護車 可能是密切接觸 這是屬於 黑沙灣地區 保利達花園 突然 這樣爆發 有報料說 附近有間超市也好像是中了招 不知道是不是他在那裏買東西 我們要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的澳門 突然間 通關不夠一天 已經是中了招 那麼究竟是怎麼辦呢 因為拱北也都已經列了 高中風險地區 高中風險地區 現在暫定 7天 糟糕了 這個應該是屬於那個人 帶出來的 拱北街道喬光社區富生花園頂樓 劃了高風險區 實行中不出戶 服務上門的管控措施 這個富生花園 劃了中風險區 實行人不出區 錯風取物的管控措施 以上高風險和租風險 都是由今天 中52時起實施 暫定7天 對拱北街道喬光社區 越海東路 迎賓藍路 越華路 桂花排鴻渠 渠圍合區 這個實行 臨時管控 除了持有通行症的 疫情防控應急救援 醫療救治 物資保障等車輛人員 其他全部都是只盡不出 管控區域人員如果遇到就醫 緊急公務等特殊情況要外出 要拿著24小時的核酸檢測證明 向社區申請 港北也出了事 其實兩地的來往 一頻繁 一通關 自然有機會出事 因為今次的Omicron 感染力很強 我們也說了給大家聽 今年年初開始 他的殺傷力不大 但是澳門政府估計今次又要 將全澳門 是否要取消通關呢 他們要想清楚 現在 差不多兩星期的清零 現在又破功了 其實情況跟香港去年不一樣 香港去年也是一樣的 試過連續五十幾天 就清零了 沒有本地感染 但是深圳也不開給你 那麼你現在兩個星期破功了 是不是需要再次封關呢 是不是需要全員 全員 整個澳門的人要再來撩避 這些情況 持續多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賭場是不是關門呢 所有店鋪是不是全部都不開呢 他們真的要認真 想清楚 我們說過 警告過很多次 這個Omicron 不可以當是麻風去治療 而你們的政策 而你們的 應對方式 直接是雙風就當麻風 小小事 就當成醫波拉世紀絕症 這樣去搞 怎麼會不會擾民呢 經濟已經不好了 還要搞這些事情 你說你大把錢 不怕 問題現在不是 現在很多人失業 現在我們看到 這次 真是大麻煩 澳門政府會怎樣處理呢 暫時想不到 也不知道 所以 澳門公佈最新的消息 看看 解封哪裏 或者會不會 傳過澳門封鎖 不讓人再出入境 或者 收緊出入境 通關的情況 這個真的不知道 這些東西 一有就有了 你想一下 傳染力那麼強 有一宗兩宗 你就要這樣封發 剛剛我們所說的 海南島 海南島那麼大地方 幾百宗 你要 要整個三峽封了 那裏有八萬多個遊客 多嚴重呢 所以這件事其實是沒完沒了的 搞了兩年多 你們還要用這麼極端的手法 不是自己拿來壞嗎 不是自己搞自己嗎 天下本無事 容忍自擾 很多時候 不需要去到這麼極端的 問題就是他們現在 根本不是防疫問題 是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 只能夠用政治問題解決 不能用科學的理性 也不能用 常識去應對 這段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